今天在外面碰到的一个新的骗局 实在是太吓人了 这个手段和套路也真的是非常的深 今天就把这个视频发出来 希望大家都能够引以为戒提高警惕 对本期视频比较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给本条视频点个关注点个赞 您的支持就是我创作最大的一个动力 今天下午和朋友一起出来吃个饭 顺便也逛个街 出来之后我们很快就到了一个饭点 我们也来到了一个我们平时非常喜欢吃的一家餐馆里面 刚走进店里面就来了一个小女孩 看样子大约只有十八九岁的一个样子 然后她就走到我的面前跟我说 哥哥你能不能给我换点零钱 我现在是急需用这个微信付款 刚好微信里面没有钱了 你扫给我之后 我待会会用这个支付宝再转给你 我一看这个小女孩长得眉清目秀的 所以说也非常漂亮 所以说不加思索的就同意了 我说没有关系你要多少 然后小女孩马上就掏出他的手机 说哥哥也把你的手机的付款码给我吧 然后就对着我的手机就扫了过去 很快的我的手机里面就有钱到账了 我一看原来是三块八毛钱 当时我还非常的纳闷 怎么还会有这个小数点呢 我就问她 我说三块八毛钱够吗 那个女孩对我说 她说我微信里面 刚好就缺这个三块八 我当时也是看着这个金额比较小 也没有多想 所以说马上就对这个小女孩说 你把微信打开吧 我现在就扫给你 可是小女孩却没有拿出手机 只见她从口袋里面拿出了一个收款的二维码 然后就让我扫这个二维码 我用手机对着这个二维码扫了过去 马上就跳出一个界面 然后还是比较复杂的 一会儿就让我下一步 一会儿又让我验证这个身份 好不容易到了最后付款的界面 我仔细一看 居然是让我付款三千八百块钱 刚开始我以为是我眼睛看花了 然后我又仔仔细细的看了几遍 确确实实是三千八百块钱 然后我就对这个小女孩说 你这里怎么要我付这么多呢 居然要三千八块块钱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小女孩一看我开始质问她了 赶紧的转身就走 就连刚才扫给我的三块八的一个零钱也不要了 当时我才反应过来 我就感觉真的是被她深深的给套入了 我想这种骗局的套入 就是利用人们的一个好心 然后再利用这个复杂的付款界面 一不小心就会遭受到大哥的一个钱财损失 这个骗子真的是非常的可恶 今天就分享出来 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引以为戒 不要被一些小女孩或者是漂亮的女生外表给迷惑了 真的是太可怕了